這個單子是這樣寫 今天晚上 姚子金母大天尊祝壽 秦法儀式 在童修入三昧地出殿的時候 廟的外面有閃電 有打雷 然後又下起大雨 一直到秦法結束 雨才轉小 這個是急詐 我剛剛想問 剛剛是什麼聲音 打雷下雨 現在還在下 我在想說 在西雅圖要聽到雷聲很難 只有雷障式蓋好的時候 掛扁的時候 因為有雷一個字 所以才會想雷 雷障式 但是如果有急慶或怎麼樣 天它自然它就會打雷 西雅圖聽到打雷的聲音 一年沒有幾次了 那今天勤苦 還有閃電 閃電下雨打雷 哇 場面一定很大 很難得 很難得啊 因為我們是雷障式 雷聲正響三界 你看又打雷 你看又打雷 我聽到打雷的聲音 我才想說 這是什麼聲音啊 這樣刷這樣子的聲音 雨那麼大 請倒水倒下來 不許下雨 倒水 倒水啊 阿蜜陀 今天中午的時候 也是晴天 出太陽 有白雲 我們以前當軍人的時候 我以前當軍人 那個空軍的 空軍的 康樂隊 空軍的康樂隊 來我們學校表演 他第一首歌 就是 藍藍的天 白白的雲 藍天白雲 好時光 就是這樣子唱的 中午 中午 是藍天白雲啊 中午晚上 下雨打雷 還有閃電 對 對喔 剛剛進來的時候也沒有那個 雨的感覺啊 雷公電母雨神都在那邊等著 沒有 沒有錯 沒有錯 這一次這個 Guru 是非常殊勝的 是非常殊勝的 他是藏人都稱他為 Guru仁波切 多戒佐烈 這是蓮華僧大師 本身的憤怒聲 他騎坐的老虎 是母的 他一個媽的 很兇的 他一個媽的 他就是他的五個佛母當中 的TAS所變化出來 這Tiger 他的殊勝的地方 在哪裡 他可以降伏四個魔 降伏四個魔 第一個 就是天子魔 天魔 第二個是死魔 修這個法可以享受健康 第三個是煩惱魔 所有的煩惱 然後 直到全部可以砍斷 第四個是病魔 修這個法 可以斷掉病魔 這是降伏四魔 天魔 天魔 死魔 死魔 煩惱魔 病魔 降伏這四個魔 另外 你這個法指要相應了 有兩個非常殊勝的 力量會出現 你絕對能夠 化為宏光 好 像蓮華生大師本身的大圓滿一樣 從阿達爾瑪佛開始 一直到天上的傳承 天上的傳承 到了地下的 集洗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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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無後友 兩個無後友 一個施力心咖 蓮華生大師 全部都是紅化的 化為宏光 你可以正到 無生無死 這個法 有這麼大的力量 你可以化為宏光啊 所以你修這個法 就等於在修這個化宏大法 是一樣的那一種力量 那種power 它直接就產生出來 這就是很大很大 本身很大的傳承